講環保當然是藍廢紫、黃女罐和啡膠瓶 那綠色呢?講環保怎會沒有綠色呢? 不要緊,聽綠色香港就行了,都是綠色 是啊,我們每個星期都會請來嘉賓跟我們分享 關於香港綠色的大事小事 其實玻璃狐收箱是綠色的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綠色香港 今天星期有我Stacy 和我Stella 和大家做節目 我昨晚上Facebook看到一個很賺鬼的圖 這是什麼? 它是說我們平時收的信 信封拆出來就把信封拆掉 它是說把信封的四隻角都剪出來 然後套進書的四隻角 就可以做書籤或書套 但是這樣玩不玩? 會不會像平時的書籤一樣 放一會就會掉出來? 對,我平時看書的時候 例如我很喜歡帶一些書外出 但經常拿書出來 就發現書籤已經掉進袋子裡 我又忘記了自己看到哪裡 但這個書籤我試用了幾天都很棒 它是套進了那一頁的角 不會掉出來 這樣也不錯 其實我們平時收到很多 銀行寄禮沒有用的信 例如那些沒什麼用的銀行文 還是他們必須寄出來? 我之前因為去吃飯 我就很主婦 她說申請信用卡有折 我當然要快申請 誰知道申請完之後 我沒有入過信用卡 誰知道她每個月都寄一張信 我覺得很不環保 我覺得她的信 終於有一點點它的價值 除了回收之外 其實我們都可以想想 如何好好利用這件事 說起看書 你平時看什麼書? 我這些非文青 當然是只看漫畫 那倒是 哪一次只有我? 我那些文青 那你平時有什麼去做? 我平時 如果沒有測驗的話 其實平時都很喜歡去逛下山 其實我最近都很想去大嶼山 那裡逛下山 因為最近都說到 那裡又要重新再規劃 逛下山 我之前的腳就扭傷了 現在有舊環 所以我不能走山 那我不太明白 其實走山有什麼好走呢? 雖然大嶼山那條路 有點難走 但其實可以看到很多 不同的古蹟 或者一些 古蹟? 你不是文化的嗎? 我這些做不到文青 都可以做到偽文青 對 除了古蹟 其實也可以看看那裡有些生物 其實走那裡 都會經過東沖的海邊 都可以看看機場的發展 會造成空氣污染之類的 雖然我經常說 都關注環保 其實我也不是太喜歡親親大自然 所以都很少走山 或者Stacy 你有機會 都應該去看看 好啊 有機會 一定有的 好啊 不如我們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我們這個星期的主題是什麼?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城市規劃 是的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城市規劃 所以我們都請了兩位嘉賓 來跟我們分享和聊天 第一位就是 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的 李慧瑩教授 嗨 大家好 你好 第二位就是 活在觀堂的發起人 袁志仁先生 大家好 不如你們兩位都介紹一下自己 為何你們會關城市規劃事 那我先說 譬如 有些人問我 我熟不熟成城市規劃 我通常都會說 我不懂的 因為我沒有牌 因為通常是規劃師 通常都有一個牌 但是對於我來說 其實城市規劃是些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身邊的城市 怎樣去發展 怎樣去將它變成 一些我們住得到的地方 所以我的興趣 其實我們叫做 一些比較社區的規劃 例如 大家不知道 例如朗豪坊 其實裏面有一間大合牌檔 其實我們希望 透過我們一些觀察 透過我們一些實地的考察 其實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的城市 可以怎樣發展 或者我們可以怎樣用我們的城市 這就是我眼中看的城市規劃 對 其實每一個香港人生活在香港 都是跟城市規劃息息相關 對 還有我們自己 其實活在觀塘 就是一個社區團體 那些人問我是什麼 其實是一個Facebook Page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兩個星期前 其實平革一報 它的頭版 其實都有說過 比如觀塘就會變成一個小太古食 其實一直以來2007年開始 就是關心整個觀塘的重建 我們都跟很多街坊 或者很多社區人士 一直去看整個規劃 或者看怎樣可以希望 在整個推土式的重建裏面 怎樣可以做得少少 做一些有以人為本 或者以街坊為本的社區 這就是我們整個計劃的一個目的 或者我也介紹一下自己 我就在中文大學地資系那裡教書 其實我日常的工作 最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教學的部分 教學部分 我就負責教一些 跟城市規劃相關的一些科目 譬如說城市規劃工作方 我們就會教一些同學 就是去實地去做一個 譬如如果你要在那塊地上去想一下 第二陣子這塊地究竟發展什麼時候 然後應該要考慮什麼因素 我們應該怎樣去做 程序是怎樣 我們都會在這個工作方向 給大家一同 其實除了理論之外 實踐也是很重要 除了教學部分之外 其實我平時都有做一些研究 或者參與一些地區的項目 我的興趣比較 近年就多一些 例如內城區 或者一些地區研究 例如市區重建 其實從這些項目裡面 我得到的一些東西就是 其實在城市規劃 我們講的很多城市規劃 很多的專家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 從一個比較技術的角度 去分析一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說 城市規劃其實就是 一些跟我們日常生活很有關的 一些東西 未必一定是很深奧的一些理論 就是我們應該要走進這個社區 其實是跟居民 或者他們有很多的一些理念 其實是怎樣把它規劃 一個好的社區 這些其實都是城市規劃裡面 很主要的一個任務 對 我也覺得現在 例如你會見到 整個 人們跟街坊 或者社區跟人說 規劃 這些人覺得這件事很複雜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好像這件事都比較複雜 政府 或者一些官方 是否有意識 將這件事變得很複雜 令到普通人 是很難可以明白這件事的呢 我覺得是的 因為其實現在你看到 有很多 例如重建那些街坊 那你給它一些很專業的 一些規劃的名詞 其實它是不明白 或者其實是 政府是很多一些技術性的 一些字眼 令到其實它是 將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或者它們是不能夠 去了解那個事件 那變了我就覺得其實 如果你說說城市規劃就是 因為它本身就是 跟我們生活有關 那其實在說的東西 只不過是 譬如土地 怎樣去分配這個土地資源 因為城市規劃最終 其實就是把一個 土地資源的分配 利用 或者它的報告是怎樣 那其實這件事 應該不是只是一些專家 或者是在這個辦公室裏 去做的規劃的一些事情 其實就是 應該是跟這個社區 一起去想 究竟這個社區應該是怎樣去做 因為這件事其實就是 跟它的生活 是影響它的生活有關 正如你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很多重建的 受影響的朋友 其實你們現在 其實我們就是在規劃它的社區 所以它一定是有這個權利 還有也是有這個機會 可以去表達 或者一起去規劃它自己 心目中去理想的一個社區 我想起初次接觸規劃的事情 其實對我來說很簡單 其實是怎樣找一些好吃的東西 譬如我自己 其實我住在一些公屋 馬鞍山 一些新的區 我一直以來 長大 二十多年都是馬鞍山 就覺得馬鞍山 有沒有一些好吃的東西 我找了很久 最後找了三十年 最後找到一間 這樣 上次帶了報紙去吃 真的很好吃 但問題就是 為何要找這麼久才找到一間呢 為何一個新區和舊區有什麼不同 所以譬如我們自己在觀塘 為何可能會這麼喜歡在觀塘 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因為我真的餵食 就是經常到處去找一些好吃的東西 譬如在觀塘 你會看到它的規劃其實是有機一點的 有機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街坊 譬如在觀塘 你會找到最多的是什麼 即是以前 現在重建了 就搬了 或者很多都拆了 很多是什麼 就是吃潮州牛腩 有條巷 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命的 那一條巷是怎麼命名的呢 就是用鼻來命名 用鼻來命名 就是你走到那條巷 大家問這條巷 叫什麼巷 叫牛腩味 即是大家約定續成 就叫牛腩巷 所以我會覺得 譬如在政府角度來說 這塊地叫街道 這塊地叫平台 他們覺得這塊地有這樣的功能 但對於社區 對於街坊 可能對於我來說 很簡單 就是在這裡吃到最好吃的潮州牛腩 因為觀塘 像九龍城一樣 其實有全香港其中一個最大的越南節 如果大家熟悉越南節 都知道 越南節就是潮州人的文化精髓 就等於他們的新年 所以裡面的潮州食品 做得很好 或者有很多潮州的文化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約定續成的 但如果我們看回政府一些規劃的大綱 或者自己上去城區的報告 其實全程 一個潮州這個字都看不到的 但我們去到觀塘 你會知道哪裏買反沙戶 或者哪裏買老水牛 但你會知道這些是潮州的東西 但這些就是可能 我們看到官方的規劃 跟我們民間去看一個規劃 其實我們看一個城市的不同 在於我們很簡單 就是我們怎樣去生物化出發 怎樣吃一件好的東西 所以我為什麼去接觸的規劃 其實都是很簡單 都是從自己身邊的東西出發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但其實政府可能這件事是忽視了 是的 我想其實大家出發怎樣看一塊地 其實角度是不同的 譬如政府看怎樣看一塊地 它就當一塊地 是一個可以用來發展的工具 它就會集中點看那塊地的面積 它可以發展的總流源面積有多少 或者它的地積比率 或者是看看一些技術性的一些評估 但是如果你說從街坊的角度 或者住在那個社區那些人來看 他看著眼怎麼去看那塊地 可能他不是看成這些 是一個空間用來建房子 可能他看的就是 這塊地其實就是有很多的文化的色彩 特色的 或者是有很多的 這塊地就是他們的家 或者是有很多一些網絡在那裡 就是它跟人的一些倫理有關係 變成大家的角度是不同的時候 大家就會對那塊地 未來怎樣去運用 或者看法都會不同 我記得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有時候 有人帶你去看 譬如大學有些教授帶你去看 看西九 西九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有一個花園 好像很漂亮 比如如果你走去 從文化新村 走去西九那裡 它有一條天橋 走去的時候 你看到一個花圃 它很有趣的 譬如它是怎樣看的 你從天空看下去 才看到它是用花砌成一大花的形 那我就問 但是平時 如果你走過那條花圃 你完全不覺得它砌了一個花的形 那我就會問 其實為什麼我們不是 花圃怎樣做得漂亮呢 為什麼不是為了 在旁邊走過的人 為什麼會為了 一些由天空看下去的人 而設計的呢 我就問 其實是否我就安心想 那個老師就跟他說 其實因為 很多的官員 其實他都是看那個 航空圖而已 即是他在規劃那個地方 就看航空圖 所以他看航空圖的時候 哇你看看 用花圃砌了花雪 是多漂亮 但其實這個就是 街坊的味道 街坊看東西的角度 跟官員看東西的角度 跟規劃者的角度 會有些不同 街坊的角度 你會走在花圃旁邊 問那些花香不香 這雙花漂亮不漂亮 但如果你在規劃者的角度 就從上面看下來 結果就 很少人會在天橋上面看下來 亦都很少人會看得完 整雙花那麼漂亮 因為就算是天橋 都看不完 那就是覺得這兩樣 是有大家的角度 觀感 站的位置不同 其實結果你看的東西 都很不同 所以在市區重建 就會遇到這些東西 但很多時候 我們在很多社區 來說 可以四十年不用交租 那他就問 四十年不用交租 這樣不行 但他的邏輯就是 原來他這四十年一直 都是幫人倒垃圾 這四十年一直 都做著匡奸的角色 那整棟大廈 就不用請匡奸 亦都不用請倒垃圾 那我想民間和官方 其實有這樣的角列 我覺得 你可能說這些是文化 但對我來說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規劃 現在那些人 經常都說 東西很離地 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由一個天空的角度 去看下去規劃 那你剛才說 你經常都在馬鞍山找食物 其實我本身是住青衣的 現在的網民常說 青衣和馬鞍山 都是香港兩大 沒有食物的地方 所以剛才我都很認同 我都活了二十年人 我都很難得在青衣 可以找到好食物 還有的 其實有好幾個地方 你覺得越新的區 其實天水圍 你其實找到野生的機會 越小 這是香港的悲哀 對 還有我是住在屯龍 最近都見到很多的 舊的商店 都是因為 沉住貴店了 而結業 而換了很多新的店 令到大家都很不熟悉這個市區 其實都是非常之可惜的 大部分的市民 都認為城市規劃 是一些很專業 很技術的 這些範疇的市場 其實 很離地 對 都是很離地 又或者在節目的後一部分 兩位嘉賓 可以繼續介紹一下 城市規劃是怎樣 可以更加平民化一點 更加接近我們的生活 接下來 其實我們每一集 都會邀請嘉賓 幫我們點一首歌 不如兩位嘉賓都說一下 為什麼你們會選擇 什麼歌 和為什麼會選擇這些歌 我選了 我愛大自然 這首就是舊歌 最主要 為什麼選擇這首歌 其實就是 因為近年 例如你去看香港 其實面對了很多 發展和保育的爭拗 其實很多時候 近來很多人 就說了很多議題 究竟 那些陸法地 是否應該用來改劃 用來蓋房子 又或者是 郊遊公園 是否應該去發展 或者有很多一些 我們看到 眼見很多 城市發展 已經越來越逐步 好像在蠶食我們的鄉郊 所以就啟發到 其實是否我們應該 再停一停去想一想 究竟我們這個大自然是怎樣 這首歌 給了我有兩個啟示 第一個啟示 就是 當然的歌裡面 就說大自然的美 其實大自然的美 它在裡面有說很多 就是花草樹木 蜜種的豐富 或者是自然環境很好 除了這些生態上的價值之外 其實大自然裡面 還有一件事 就是給人 一個可以在日常生活 這麼緊張的日常生活之中 有一個舒緩的機會 所以在歌詞裡面 他也有說 就是讓他身心舒緩一下 除了是我們經常說的 一些保育的生態功能之外 其實還有社會性的功能 而這首歌裡面的第二個 給了我的看法就是 它不僅僅是說大自然的美 其實它最重要的就是 有一個盼望在這裡 因為在裡面就說 我們不要再污染 或者我們不要再去 希望這個大自然不會被改變 正正就好像現在 我們真的要去想一想 究竟我們 城市規劃 你也在說 要規劃一個理想的環境 居住環境 那麼一個理想的居住環境 究竟是怎樣呢 譬如大自然 其實就應該是在我們的理想環境之中 一個重要的部分 究竟我們是 是否應該怎樣去對待它呢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也給了我們一些啟示 音樂 綠音裡草薄上 讓我胸襟一再尖 拋開了心底卷 讓我走向大自然 在燦爛陽光裡面 看風陣慢慢轉 山光水色美而收 願你麗莫故然 讓青苗天天大 願這花草不會酸 願火苗速消滅 綠花郊野每臨圓 在美麗臨陰深處 尿性在慢慢轉 山水之間眾靈氣 願青森莫改變 看這淚樹搜花燕 我愛郊野公園 這首戲一吹天然 這美麗緣永遠 綠音裡草薄上 讓我胸襟一再尖 拋開了心底卷 讓我走向大自然 在燦爛陽光裡面 看風陣慢慢轉 山光水色美而收 願你麗莫故然 在美麗臨陰深處 尿性在慢慢轉 在美麗臨陰深處 山水之間眾靈氣 願青森莫改變 看這淚樹搜花燕 我愛郊野公園 這首戲一吹天然 這美麗圈 這美麗圓永遠 讓青苗天天大 願這花草不會淪 願火苗粗消滅 綠花郊野匯林越 在美麗臨陰深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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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